一開始給記者的新聞稿裡頭 陳曲玉的名字還 中間還寫個洞 陳洞玉 你是通緝耶 還幫他馬賽克名字 要請問一下 你連他名字都不知道 你要通緝是什麼 然後連照片都沒有 所以後來一堆記者去抗議 說你們這到底是什麼鬼 然後才補上了一個照片 然後補上照片呢 抱歉這30年前的照片 他媽的搞不好都不認識 這誰啊 你哪位 你們到底在幹嘛 你們是真的有心想抓他嗎 歡迎收看耿傳媒有耿來報 我是謝安斌 每個禮拜四晚上九點 我們都會和中天同步直播 歡迎大家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會有更多人看到我們的節目 也提醒大家踴躍加入我們耿傳媒的會員 那昨天呢 賴清德在中常會 做了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也就是 他呼籲 我們這一位 台議員的前董事長 前立委 那 前局系大將 那現在落跑的陳啟鈺 呼籲他儘速出面釐清案情 當然了他後面也有講 也希望司法相關單位趕快 把他 讓他到案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聽到這個東西都會覺得很好笑 就是 老兄 你是總統 你在呼籲什麼 這件事情怎麼會是用呼籲的 這件事情你要震怒啊 雖然我們知道不管呼籲不管震怒都是裝的 那你好歹也演一下吧 你連演都不想演嗎 啊 呼籲 陳啟鈺競速到案說明 你應該是震怒要求所有的單位下令限期給我把他逮捕歸案 才對不是嗎 你老兄到底在呼籲什麼 呼籲能解決什麼問題 我也可以呼籲啊 你也可以呼籲啊 呼籲有什麼用 然後更好笑的就是 今天已經幾月幾號啊 陳啟鈺已經跑多久了 陳啟鈺這整件事情就荒腔走板到一個極點啊 三年前就有人舉報他 就三年前有人舉報 你們全部安兵不動 在慢慢磨 你們是幹嘛 在磨豆腐啊 磨磨磨磨磨到 蔡英文滾蛋 賴清德上來了 突然之間開始啟動 然後台延啊 這邊還一個一個在喊冤哦 都沒有啊 那個南院啊南檢啊 都說沒有啊 我們都一切都是依法行事啊 我們都積極在處理啊 處理你個鬼啦 這種東西需要花三年啊 你們還不是一樣 等賴清德開了綠燈之後才敢動 那問題是這個綠燈也開得很奇怪 你南檢你明知他要跑 你都申請羈押了 然後呢 然後 他被吳寶請回你也不管他 你就讓他跑 那南院 你那個腦袋也是很天才 你到底是怎麼講出來可以去說 這個法條不適用 就讓他吳寶請回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南院跟南檢沒有問題嗎 然後你看到監察院也跑來演戲 監察院也說 這個不行我們要調查他到底有無書師 等了好幾天之後才出來 然後請問一下 你調查他有無書師 現在是偵辦中案件 你能調查嗎 你也不能啊 所以全部都在演戲啊 然後他跑了之後 隔了一個禮拜 查棄專案才正式上路 然後呢 一開始呢 給記者的 你知道嗎 這次記者親自口跟我講 看他就覺得莫名其妙 一開始給記者的新聞稿裡頭 陳曲玉的名字還 中間還寫個洞 陳洞玉 你是 你是通緝耶 通緝 還幫他馬賽克名字 那請問一下 你連他名字都不知道 你要通緝是什麼 然後連照片都沒有 是後來一堆記者去抗議 說你們這到底是什麼鬼 然後才補上了一個照片 補上照片呢 報件到30年前的照片 他媽搞不好都不認識 這誰啊 你哪位 你們到底在幹嘛 蛤 你們是真的有心想抓他嗎 然後等到陳曲玉都跑了十幾天 快兩個禮拜 然後賴清德突然出來 我呼籲陳曲玉競速道安說明 你呼籲什麼 你是要確認陳曲玉一定確認他確實不在台灣了 我再來呼籲 你是怎樣 怕他突然良心發現 你怕他說 要是林北突然呼籲他真的出來怎麼辦 那不求他 所以賴清德你在確認他已經不在台灣了 還是你確認他已經人間蒸發了 你才出來呼籲 這你們到底 拜託演戲演像一點好不好 演得好看一點好不好 演這樣很難看 很丟臉 堂堂一個總統在那邊跟人家呼籲什麼鬼 你可不可以有guts一點 就直接說我現行一個禮拜之內 你相關單位一定要給我抓到人 我知道你不會這樣做你也不敢 因為你心裡頭大概也很清楚 陳曲玉這個人你找不到 在我看來是這樣 在我看來你們民進黨整個是在確保陳曲玉不會再出現 你們才出來講話 那陳曲玉這個人能夠讓他跑掉 我真的覺得很匪夷所思 然後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就這麼剛好 都在包庇他 這背後的水到底有多深 他牽涉到到底多大的案子 據說有人告訴我 這整個案子最後可能大到140億 那140億你要知道 你現在一般社會上的行情 一兩百萬的東西可能都要死人 140億死各把人不稀奇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擔心 陳曲玉到底還在不在這個世界上 他會不會早就被埋掉 我們是不是永遠只看不到這個人 那現在假設陳曲玉還在 他在哪裡 在台灣 在大陸 在越南 在什麼地方 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中間非常詭異水 非常深了 那謝龍介講的那個 馬上也要跑路了 到底是誰 那個比陳曲玉關接更大 又是誰 是洪耀福嗎 洪耀福現在也停在日本 好幾個月也沒有回來 聽說他選完之後就跑到日本去 一頭翹頭 到底發生什麼事 洪耀福是蔡英文的親信啊 那也有人說 賴清德昨天這樣的宣誓 因為他後面還特別提到 他對綠能光電這些東西 背後的這些案子 絕對不會姑息 他要求徹查到底 所以這是在幹嘛 是在向蔡英文宣戰嗎 是在告訴蔡英文說 你所用的這些人 最好趕快跑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弄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整件事情非常詭異 尤其是牽涉到這麼龐大的利益 那賴清德真的有心想要去做嗎 他會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英系跟這些既得利益者 就不會反撲嗎 其實我們從最近的某一些端倪 可以看得出來 英系已經開始在蠢蠢欲動 很多東西在開始發難 那當然表面上 他們還是尊賴清德是共主 還是尊重他是黨主席 尊重他是總統 一切唯命是從 可是你可以從很多地方 嗅到一些不一樣的味道 很多人的一些動作 看起來都透著詭異 那賴清德是不是自己也察覺到了 這些詭異的氛圍 那陳其玉的事情 背後隱藏的隱無者 或者說藏進人 究竟是誰 這會牽連到什麼地步 因為老實講 如果要牽連到比陳其玉更高層 那大概就是市長級以上 你要知道陳其玉當過副市長 高雄副市長 那就是市長級以上 六都市長級以上的人 屈指可數 那你都會牽涉到六都市長級的人物 你認為不會牽涉到總統 院長這種等級的人物嗎 特別是牽涉到這麼龐大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未來恐怕是暗潮洶湧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維持一種和諧的氛圍 實際上私底下是鬥爭不斷 那必要的時候會不會有人出來 又做一些爆料 這個恐怕就很難講 這一切看起來都非常非常的詭證 那賴清德要怎麼去應付這些東西 現在目前看起來 賴清德就是在關鍵時候出來 點醒兩句 然後我又說回去 然後再看你 贏系也好 其他的派系也好 你們打算怎麼出招 我再來對 那可是我必須講 同樣的賴清德對蔡英文 賴清德雖然在政壇打管了幾十年 看起來賴清德是沒有蔡英文沉得住氣 他看起來有的時候會突然之間 被人家撩幾句就會開始比較衝動 然後呢 比較容易做出錯誤的判斷 那我覺得 在陳曲玉還有這整個案子的背後 一定牽涉到非常多的利益集合體 那這些利益集合體呢 恐怕不是你這麼容易就被你把根刨出來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你會發現賴清德接下來 恐怕表面上看起來他還是黨主席還是總統 可是實際上他的路恐怕會越來越難走 其實我最近已經嗅到一股氛圍 就是表面上民進黨的這些立委好像都還是聽賴清德 可是他們的立院黨團內部已經悄悄的有一些聲音 開始出來 好像並不一定那麼跟黨 那麼完全齊心齊力 不管在才華法也好 甚至憲法 訴訟法也好 甚至總預算案也好 他們的一些想法其實都開始好像跟黨中央跟賴清德的意志有一點差距 看起來是有人在慢慢主導這樣一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未來賴清德恐怕如果他處理的不好 搞不好他會從明年開始就會白卡 因為內部的一些利益擺不平 那賴清德的個性又過於強硬 他不懂得 適時的把一些共同的利益 把他收鴻鴨湯把他收掉 讓大家能夠維持一個表面上的平衡 賴清德好像不太懂這個東西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如果賴清德持續這樣去做 我認為明年開始恐怕 民進黨內部的風暴會更激烈 因為明年開始就要有 就是黨內初選 各地的這些 縣市長的提名人選要出來 那賴清德能夠真的如他的意去操縱嗎 還是有更多的這些案子會冒出來 然後更多的力量會反撲 我覺得我們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 那我個人是認為 恐怕接下來還是有很多案子會冒出來 賴清德如果持續這樣去做 那面對的反撲勢必也更強烈 那我們就看這齣好戲會演到什麼時候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